开心出国度假却演变成噩梦一场 从墨西哥到欧洲各地 多达15万英国游客 塞爆各大机场会台 但多半只能哭坐在地 束手无策 相当无奈 万万没料到 拥有178年历史的 英国老牌旅行社 汤姆斯·库克会惊喘倒闭 手中的机票 以及预定的饭店住宿等行程 全程废止假期泡汤 这名母亲也成了受灾祸抱着小孩回不了家几乎崩溃 汤姆斯·库克破产旗下两万多名员工即可宣告失业 加上透过该旅行社正在海外度假的顾客多达60万人 当中15到16万是英国人 英国政府也紧急启动应变计划 党务之急要将15万人从世界各地接回 砍城二战后最大规模 而且所有包机以及滞留的饭店费用 均由英国政府支付等于是全民买单 所信该集团在德国航空的子公司 已经获得德国政府声援将给予过度贷款 维持班级营运将冲击降到最低 暂停新闻 金水会报导